增加函数 所以最早前面就三个 Find、Mid跟Effair 然后再把矩期录制做完 第三个就是把VBA给写出来 OK 那我是建议 如果你要除了会之外要熟练 我是建议你可以重新再开一个档 从头再来过 如果你每个都可以做得出来 而且很顺畅地做出来 那才叫做你会 OK 你不要说打开来 你也要想半天 然后要看 每次要看我看哪里看哪里 才照着打 照着打谁不会 最重要是你 如果可以按照你的思考逻辑 然后顺着这个逻辑也可以写 甚至你写出来跟我不一样 用你的方法写 那也没关系 但是前提是 执行的程式要是对的 那OK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程式是我想 我是用我自己的逻辑想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有别的写法 那当然更好 如果 不过目前没有没关系 你们就先按照我刚刚讲的方式把它写出来 那其中最难的应该是最后这一段 OK 所以最后这一段 反正回宣 然后先判断说 它的前刮符跟它的后刮符 有没有 如果有找到的话 那A跟B就不会是零 如果没有刮符 那A跟B就会是零 那我们什么情况下能够进到这一行呢 就是A跟B不等于零 我目前只有判断A而已 而且我同意说 老师那我可以把B也判断进来 可以啊 你就在这边加个偶尔就可以了 偶尔是什么呢 偶尔B不等于零 这样也OK啊 有没有 就是这个或这个啦 你不能这个And这个 因为And的话 And的逻辑是两个都为零 那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你们可以再延伸 OK 所以做出来的结果大概是这样子 那执行应该也没问题 好 那这个部分记得 最后的话就三个按钮 自己再把它加上去 那记得最后存档的时候 请务必要记得 刚刚讲的 另存心档 你可以用什么 启用最期活跃部 这个一定要改一下 如果你用原来的活跃部 跟各位讲 存档下去 那完蛋了 你的VBA就会消失了 而且找不回来 这很重要 就是要重来的意思 所以记得 存档的时候不要存错档 那另外有同学说 老师那之前我们的上一个范例 为什么不需要存存 请用拒绝的活跃部 那主要的原因是在这里 因为我们之前那个范例 是2003的Excel档案 所以你们 各位没有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2003的话 它的副档名就是XLS 没有X 就是这个格式 那这个格式的话 就没有区分 有没有启用 就是预设就是启用 你说老师那我刚才存在2003就好了 不过2003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的储存格的数量 像我们这边的储存格 Ctrl向下 你会发现 一个Excel的工作表 它最多可以储存几列资料 答案就是这个 1048576 就是104万多笔资料 那如果说呢 你今天假设你存成什么 前一代的那个 你也可以试一看 另存新档 存成2003的 的那个什么呢 2003的档案格式的话 它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2003的 你把它存档的话 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Ctrl向下 它得到的这个列数会是多少呢 6536 就是6万多笔而已 一个是104万笔 一个是6万多笔 也就是说啦 如果你存成2003的 有很大的问题 6万多笔没有了 不能存 存不下了 所以特别注意 新旧版本最大的差别是总率 它差太多了啦 所以100多万笔拿来用 应该是OK的 那顺便问各位一个问题 那Excel 总共可以存几篮呢 总篮数是多少 当然你可以Ctrl向右 Ctrl向右 它就会移到那个蓝的最右边 那这个答案是多少呢 就XFD 那也就是多少 X X多少 然后乘上F 再乘上D 你要把它转成数字啦 就是答案了 不过跟各位讲 如果 那你也不用说 它特别去除啦 你可以插入函数 用那个 查阅语参照里面的Column 这Column的话 其实它顾名是什么 传回参照位置的蓝号 蓝号呢 它是一个数字喔 所以呢 如果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这边得到的就是 它现在 这一蓝到底是地几蓝 也就是16384 OK 有这么多蓝 那如果问说 那总total可以有多少个储存给吗 当然很简单嘛 就是1048576乘上16384 OK 这自己存在 已经没必要了 大概知道一下都OK了 好 那大概是了解一下 有关这个存档的部分 所以请归今天的作业 大概是这个部分 那我们下一次上课 就要再找那个相对资料多一点的 而且是目前这个大家很熟悉的资料 这个资料的话 各位可以找一下 在云端白板上面有一个 台北市住台接到点位的一个资料 那当然我会在想说 找什么资料比较容易做作业 而且比较好少 那我现在网络上找了开放资料 所以你们可以Google一下 开放资料 这关键字呢 你假设把它搜寻一下 第一个连结是开放 开放平台 那这个政府的开放平台 目前的话呢 总total 大概有 大概有六七万种资料吧 那其中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假设吧 如果我今天想要知道 有一个问题的答案 什么答案 就是到底台北市 自然有没有变好 所以呢 我想要针对什么 切到案件 去做统计分析 那刚好因为现在 这个资料其实还蛮开放的 那刚好呢 我看一下台北市政府 有没有开放这个资料 找一下 刚好好像第六 第五还是第六个 就有一个台北市的住宅 切到点位分析 而且哦 它提供的是 104到110年的资料哦 然后栏数的话呢 就是这五个栏位 这一个CSV档 那当然你可以点选它啦 这边可以下载 下载完之后 可以把它打开 那打开之后的话呢 它一样哦 一个CSV呢 它会用Excel打开 那打开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总共有A到E栏 习惯是把它选起来 快点两下 让它自动调起栏宽 OK 把它选完之后 快点其中一条线 它就会自动调栏宽 那接下来的话 这些资料已经给你的 然后Ctrl向下 看一下 3439笔 那这些资料 我想要知道 三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历年来的 治安到底是变好 还是变不好 有没有答案呢 其实有啦 这个就是做出来的结果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想要做个折线图 有没有看到 其实很简单 只要用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马上就有答案了 然后呢 X轴就是时间 Y轴就是数量 如果我今天需要这个哦 那你如何可以从 这么大的资料量 有没有 总共有3439笔资料 里面呢 快速产生这个结果 其实也就是数据图像化啦 有没有 数据怎么图像化 那如果你会的话啦 其实Excel有很简单的方法 就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所以其实Excel 第二个应该学出函数之外 你一定要很熟悉 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如果你不会啦 就这样你也不要说 你会用Excel 真的很简单 不需要做太多事 但是如果你要用枢纽分析表 统计的话 有一个重点 就是呢 如果你要统计 像比如说刚刚第一个问题 它重点应该是哪一年 对不对 那可是哦 如果你哪一年哦 你要先确定一件事 你的资料里面 有没有这个栏位 如果没有的话 像有啦有个日期 但日期不是年 如果没有 你要把它变出来 OK 如果你变出来 才可以做统计 OK 如果没有那没办法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历年代理变 第二个问题是 那哪一个区 哪一区哦 的切诊案件最多的比例 帮我画一个圆形图 比例就圆形图 OK 比例各占比多少 那把 资案最差的那一个区 把它凸显出来 把那个饼挖出来 就像这样 OK 那怎么做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那我想知道哪一条路哦 这切诊案件发生最多 哪一条路上面 OK 那可以拆了 OK 那你们假设呢 要有这个路哦 你也需要第三个问题的栏位 那你会发现啊 目前这个栏位有没有存在 好像只有地质 那并没有一个栏位叫做路的栏位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把它变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假设有三个问题 你大概你就要产生三个栏位 第一个栏位就黏 第二栏位就是取 第三个栏位就入 那如果没有 很抱歉 你就不能做枢纽分析表 如果反正就是说 你要做枢纽分析之前 你就先把那个栏位变出来 这个很简单的逻辑 那如果你有枢纽分析表 你就可以画出枢纽分析图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步骤 OK 那至于说 要怎么变出这三个栏位 请各位也许先思考看看 其实哦 这个地方 黏应该比较简单嘛 这边插入一个栏位叫黏就好了 有没有 然后黏 它这边是用民国黏 不过没关系啊 那你们可能要注意一下 黏要怎么把它拉过来 用黏 看起来应该有规律吧 填三个字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插入函数有没有 可以用什么 用LAPT不就好了 LAPT函数 就可以把什么呢 这边的拉过来 三个字 但是各位有没有注意 注意一个地方 请问一下 发生日期里面的资料 是数字还是文字 看得出来吗 它是数字还是文字 其实跟各位讲 以后如果你看到资料 你要一个敏锐度 如果这个资料 假设不经过格式化 它自动就靠右的话 那它一定是个数字 那请问黏它是文字还是数字 你会发现 它的资料 自动靠左来靠右 如果呢 假如你没有经过格式化 它自动靠左的话 那它这个资料是文字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要特别讲 因为呢 如果你经过LAPT之后 因为LAPT是文字函数 它会自动给的就是什么 给的就是文字 但是哦 特别说哦 如果你是文字的话 以后要计算它的数量的话 那你就不能够用文字 因为如果你用文字 很抱歉 不能计算 那怎么办 前面好像讲过了 你外面在包个什么 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可以把文字转为数字 有没有印象 外面其实你可以在包个value 比较好 有没有 value v value这个函数 然后呢 你可以怎么 加一个value 加一个v 打一个v 然后点两下 再补一个后 有没有 value的话就是 把什么 把那个 这边有讲 把文字资料转换的数字 直接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加了value之后 有什么资料 有什么改变 有没有发现 加了value之后 对齐方式怎么样 有没有 马上靠 右了 有没有 所以这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资料形态不对哦 那将来 就会有计算的问题 或者是群组 如果你要group的话 一定要是文字 不能 一定要是数字 不能文字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以这一题来看 其实文字跟数字都OK 所以其实你不加value 也没关系 所以这一题 我只是说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那 下来就是什么 区跟路了 所以区 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区刚好的位置 你会发现 哪一区 这边有没有 区 在哪里 刚好是 所以这个就不能用length 也不能用right 一定要mid 所以区的话就是什么 用mid的函数 所以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mid 然后这个资料 里面的第几个字开始 一二三 第四个字 几个字呢 还有区都刚好三个字 不然的话就头痛了 对OK 按确定 向下填满 那路的话 就没那么单纯 所以这一题 最难的就是这个路 因为路没那么单纯 为什么 因为其实路之外还有街 有没有看到万林街 然后底下还有市民大道 所以可能有三种 或者叫凯达格兰大道 但是凯达格兰大道 应该可以忽略不弃 因为那边不太可能 会有住宅切到案件 因为那边只有一个总统府 凯达格兰大道 好像就只有总统府 OK 所以这边的话可能有三种情况 要不就路 要不就接 要不就倒 三种 这就最麻烦的 最后一题 我如果今天希望把什么 把这里面的路接到 把它放到这边来的话 这个应该是这里 有没有 那要怎么做 才会OK 所以这一题也是最难的 为什么 因为 其实你这个地方 也可以拿刚刚的那个 前刮斧跟后刮斧的概念 也就是前刮斧可能是哪个字 再下一个字 后刮斧的话 固定就是这三个字 可能是路 也可能是接 也可能是到 但是它前面这个字 你可以分析一下 可能是什么 区 也可能是里 有没有 还有没有可能 还有别的吗 区跟里 那 还有什么 区跟里 还有零 好像这边有个零 有没有一零 有没有 所以我发现 它的规则 刚好也是三个 就是 它前面可能是零 要 应该先零 然后不然的话 就是零 不然就是区 好像就三种 所以呢 前面那个字 有三种可能 后面那个字 也有三种可能 那你就把那三种可能 抓出来 那这三种 加在一起 往来就非常复杂了 那请各位回去 可以试试看 反正我们有 一 二 三 那就可以变出 一二三了 另外甚至 如果你假如要把 这些资料 跟地图结合的话 其实新版的 以色 甚至还有什么 3D地图 3D地图 你可以把什么 把那个相关的讯息 甚至哪边 贴照按键 最多的热点 你可以像这边 把那个热点 加在地图上面 好像 好像我们这班 蛮多地理系同学的 然后就想要跟 GIS结合 其实这个 以色列里面 就有现成的 甚至可以做3D地图 然后甚至可以把那个 加上柱状图 或者等等的 可以把它加上去 那就是非常的清楚 OK 所以剩下的时间 请各位也许 先试试看吧 那当然不是 只有这个范例 其实如果你觉得 不够的话 像之前同学 对于那个什么 开放资料里面 除了住宅 切照之外 好像 应该 他有骑小车车 所以他会统计 自行车 切照按键 这边也有 还有 有同意是骑摩托车 所以他有 机车 切照按键 有没有 甚至有各种 各式各样的 有没有 切照按键的资料 你们都可以拿来 像自行车 切照按键 然后 还有像什么 系车 切照按键 这边其实 就蛮多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 试试看吧 光台北市 台北市就有住宅 系车 自行车 机车 甚至其他的相关 切照按键 所以通过假设 我们很简单 只是想要知道说 到底科匹 上任这八年来 治安到底是 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差 其实呢 这个数字 基本上 就可以蛮客观的 看出 这个 治安的好坏 OK 试试看 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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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